这幅高5.5米的工笔仲彩人物画 屈原与储词 是画家冯源历时三年完成的史诗级巨作 严谨繁密的线条 与辉煌绚烂的色彩交相辉映 有关屈原的历史与想象 神话与幻境 被细密地编织进一场 巨大的叙事里 这是一个一人一神 繁先交错的浪漫与想象 冯远先生的屈原与储词这幅作品 是一个三段式的结构 第一段展现的是屈原青少年时期的 这样的一个经历 第二段就是他从政时期的 表现的人间现实 特别是他遭受的这种患难 和祈福 第三段表现的是作为雌人的屈原 放开他的想象力 上天入地 展开他这种自由情怀之下的 这样的一种表现 严顺时针主线来经历屈原的一生 从孤孤坠地 修起修能的缤纷妹妹 到香草美人高官常配的生命折森 从忧国忧民 九死不悔的士大夫气节 到成龙驾凤 神游天际的诗意情怀 从叩吻苍天 到纵深一遇 他将中国古典人格精神 定格为代代传颂的永恒符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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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